好 回来家役时电 这次身边继续有KK 今天和KK谈谈书民 其实今天整体见到 就是腾讯相关股 普遍都可以跟随着大市向上 但零零射射书民就跑了出来 升幅非常之强劲 1乘4 早段升幅再多一点 已经去到两个多月的高位 都沉着了好一轮的时间 这就是网络阅读平台的股份 主要当然看着大换血的消息 看到价量齐声 换血的内容是怎样呢 在上日收时后公布 管理层现任联席首席的执行官 就是吴文辉和梁晓冬 辞任了目前的职务 吴文辉会调任去非执董和副主席 梁晓冬会转做集团顾问 同时由腾讯那边的副总裁 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 坐到越民首席执行官和执行董事的位置 同时腾讯那边平台与内容事业群副总裁 侯晓冬会出任总裁和执行董事 将部份人换走了 然后腾讯那边的人坐到越民当中 似乎大家就憧憬着两边的合作 或者是腾讯再扶持越民的力度 会不会再加大一点 当然越民主席也有发声明 都是厉害的 多谢离任的同事 在各方面业务推动的能力 但今次换血为何大家这么重视 就是看着换走的人 其实都是一些当初的团队 是一些开荒牛 例如吴文辉是喜点中文网 就是越民旗下一个阅读网站的创始人 但花旗的报告说 其实今次换血不是很惊讶 因为觉得过去一年 本身越民的业务已经是非常不突出 他当然是看好 可以和腾讯加快融合 是不是也解释了今天秋升得这么厉害呢 但反过来 大家其实都未必好了解新换进去的人 那个作风是怎样或者他们的计划是怎样的 就是一乘四是否比较多了 可以这样想的 大家就不会想 究竟新人士是否新作风 还要有好的成绩 这样就未必一定 但你换得的话 差的又有限 所以大家会比较 你旧那几个开荒牛 上市都两年多了 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正绩出到来 业务好像用户越来越少 又看不到他们真是怎样用到IP 即是最值钱那样东西 但今转不单止是新人士 你还要看到是由原本腾讯那边坐过去 他就有一个协同效应可能出现了 一来他就可以带动腾讯支持 即是他们了解 究竟有什么协同效应可以给到越民呢 而两边的关联性可能都会增加一些 所以这一个是令到市场上 今天有一个这么惊喜的情况 我觉得一成其实就少的 应该不止 应该多一些 应该多一些 一来新经济股它是比较落后一些 二来你说是否只是一成那么少 就可以激活到接下来他们活了用户 甚至乎IP的价值 所以大胆点估计的升幅 不是说短期 中长线应该都不止今天的升幅 但是为什么市场一直不给一个高点的估值 就是因为IP好像一直都搞不起 当初上市大家就炒到慶合合 红底也试过的 五十五元招股价一路产上去 当时有些比较劲的吹噓得 就说甚至可以搞一个中国版的迪士尼 或者是Marvel的电影世界出来 但Turnout出来 零星有过一些比较热门的作品 但都未是非常庞大的制作 其实去到去年似乎就终于有点起色 之前有一套大热的作品 《兴与年》 可能早前大家在电视也有看过 从2007年开始 刚才提到《起点中文》网上连载 之后再改编成剧集 未来还会拍第二季等等 其实现在看到粤文 IP方面的收入已经是占了 业务比重是五成半 比起它在线的阅读 那个占比还要高一点 但是始终好像变演能力 还未是非常强 花旗就看好这件事 你觉得信心是否真的那么大 其实信心就会比以前大 因为之前那一两年 的业绩里面 我都觉得我经常在等它 最值钱就是IP 它里面有那么多作家 也有那么多小说 好小说 还要拍了那么多的电视剧 为什么只是停留于 可能是拍电影 拍剧集 这一部分呢 因为一个IP的激活 我们可以看回日本 甚至乎看回美国 很多不同产品 是否会令到周边的收入 方面会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这次管理层 我们说的管理层一定会知道 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它怎样可以令到 愿民最值钱的那样东西 可以激活出来 所以我觉得 未来这个业务的持续增长动力 应该会高一点 大胆一点估计 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新业务 所以我觉得在前景方面 尤其是IP这个业务 是值得大家去衷敬一下 管理层有什么新的搞作可以出现 KK头道可能会有一些新业务 其实程慕上任之后 在那个声明上也有提到 他有几点想做 第一就是做强的IP 他自己也说到 第二就是整合一下旗下的平台 因为旗下有很多阅读平台 可能他们都要融合一下 看看如何再搞下去 另外就提到一个外展空间 他就说要在既定的基础业务上 通过模式升级 再打开一个更大的价值空间 你觉得实际上 腾讯的管理层坐进去 他们之间的互动 可以有几大想象空间 或者新业务方面 可以向哪个方向发展 我觉得很简单去想 应该可以跟腾讯现在 最值钱的那样东西 微信做多一点联系 因为现在腾讯的核心发展 其实我们看到他都做了很多东西 但他离不开平台的优势 只要一些小程序能够连接到腾讯 腾讯旗下也好 腾讯自己有份投资也好 他们的收入动力 理官都很强 微盟又是 甚至唐程艺龙 这些都是 你看到收入很强 但为什么愚民反而不可以 差不多是亲生子 所以这一部分 既然有原本腾讯一些高管 应该会更加知道如何结合 又或者有些简单经验 就是我都想买愚民的书 但我发觉腾讯里面是用不到的 你要去另外的那些平台 你起码连接到这个平台 它可以带动经济效益 未来应该会更加明显 至少多些人可以 access到你那个人的 人购买的程式 想买这些东西也要有方法找到你 但股价方面又怎样 刚才你说长远来看 应该不止今天这一成四 但经常令人失望的月民 就是很多时候突然有消息炒上 一两棍之后又剩下来 你又怎样看 未来上面真的还有很多蟹货 是的 都挺大的 今天你看到37元至40元的范围 其实都是之前的高位 我觉得今天起码会有个成交配合 亦都有大行 会觉得未来会有些新的动作 虽然不是说短期可以很快去到40元 甚至50元 但当它说短期落到一些支持位置 34-35元作为一个长线的投资的话 我觉得价值应该会出现 所以用较长一点的投资策略 再看中期业绩或全年积变化 公司都有一定的投资价值